大家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晚上的9点25分,今天加州纽森下令重新关闭部分室内经营的行业,在室内经营啊。 周一,要求加州30个县关闭健身中心、教堂、非紧急部门办公室、个人护理服务机构、购物中心等所有室内运营的商业。 此外,他还下令加州所有的县关闭餐馆、酿酒厂、品酒室、电影院、家庭、娱乐中心、博物馆、动物园和面包房的室内经营,并下令关闭全州所有的酒吧。 该命令影响到加州观察名单的所有30个县,其中包括大洛杉矶地区的洛杉矶县、河滨县、城县、圣地雅各县。 这一宣布,正知全州范围内新冠病毒病例持续激增,确诊率在上升。 洛杉矶时报追踪,截子周一,全加州共有326,187例确诊病例,7,053人死亡。 纽森这一条寄命将影响到加州80%的居民。 纽森在宣布大规模重新关闭部分企业时强调,我们看到病毒的传播在增加,所以我们有责任清醒地认识到,除非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否则新冠疫情不会很快消失。 纽森下令,对感染病例激增的县的室内活动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当一些县出现住院率上升,社区传播和医院接受病人的能力下降时,这些县就会被列入观察名单。 连续三天出现令人不安的趋势,这些地区就需要增加限制措施。 餐馆仍然允许在户外就餐和外卖,而酒吧和啤酒厂也可以在户外提供饮料,前提是要把饮料和食物搭配在一起。 这个是很糟糕呀。 洛杉矶是市长更新了,居家禁令。 现在是纽约和新泽西出现了下降。 纽约和新泽西是直接是减少了,纽约还出现了死亡是零力,这次下降了。 加州,包括佛州,佛州是增加的非常快。 德州也增加的非常快。 所以现在这是让人非常痛,非常痛的事情。 非常痛心的事情。 而且现在还有就是留学生极度渴望回国,已经对美国这边失去了信心。 新冠疫情在美境愈演愈烈,全美新冠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330万。 加之,爱西医出台的留学生全网课需离境新规,越来越多留学生选择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近日,洛杉矮一位在美等待H1-B的S女士向记者表示,非常渴望回中国。 那么S女士极度想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呢? S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她还在等待着H1-B的身份,仍为获得H1-B。 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最近,移民局和ICE新规频出,她直言H1-B的身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 加之在国内的亲人一直催促她回国,所以她一直在考虑回国。 她表示,美国新冠形势越来越严禁,感觉还是回到国内比较安全,所以近来也一直在考虑回国的事情。 但是她真正下定决心回国的导火索,是在一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有人凌晨闯入她家,而警察在处理此事上擦枪人意,她对美国警察失去了信心。 美国警察现在也是比较倒霉啊。 在加州裁减了1亿5000万的警察的经费。 有的地方,好像是议员提出来要解散警察,所以警察现在也是切不顺。 S女士回忆道,当时还处在弗洛伊德之死抗议活动的后期,查看监控时发现有一个白人男子在凌晨6点左右,咋破楼下的窗纱进入了他们家里。 她强行进屋后,先在楼下的沙发睡了5个多小时。 11点左右,她从沙发上起来,并且上了二楼,开始不停敲我的房门。 因为我和室友共同住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里,我们的房间都在楼上,而楼下我们平时都会上锁。 一般,能上来二楼敲房门的应该是我们的熟人或者是和室友开门才能进来的人。 虽然我当时不能确定这个人是谁,但因为他能自由地上到二楼,我就意味是室友叫来帮忙搬东西的,于是便大开了房门。 殊不知是一个私闯的变态者。 这个人上身赤裸,穿着裤子,感觉挺干净,不像流浪汉,所以我意味是室友叫过来帮忙搬运的人。 我开门以后,他就问我是不是屋主,我回答不是之后,他就跑开,转而去敲我室友的房门了。 我回到房门之后,越想越不对你,就发微信向室友询问,室友说,不是他家来搬东西的,并且让我赶紧锁上房门,不要出来。 浴室我就立即拨打了911。 记者问道,报警之后发生什么事? S女士表示,在我报警之后,敲门声,假然而止,之后浴室里传来水声,当时我和室友都非常害怕,自豪锁好访问等待警察的到来。 大概五分钟左右来了一辆警车,有两个警察,但警察来了之后,根本不敢破门而入。 反而一直在楼下喊,里面的人出来,除了喊,完全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还要求屋主下去开门。 虽然当时我们听到了浴室友水声,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床入者在浴室里,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床入者所在的确切位置,真的害怕极了。 但是那两个警察又不进来,还要我们下去开门,实在没办法了,我室友冒着危险,冲下楼给警察开了门。 但是我室友开门之后,这两个警察也完全没有进来救人的意思,最后我室友给我发微信说,床入者应该在浴室,让我自己冲下楼去。 他说,整个过程都是我和室友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冲下楼逃出去的,完全没看到警察在这件事上所起到的作用。 让我非常的失望。 这个是美国这个是,就是说房子如果警察一般没有搜查令,他就不能进了。 关于此事的后续处理,S女子表示,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左右,来了四辆警车,把屋子外围保卫住。 警察拿着盾牌才进入了屋子,然后抓捕了床入者,整个过程大约历死了30分钟,床入者是在浴室被抓捕的。 当时他正在浴室里洗澡。 警察推测,床入者有精神问题,大概关了一周就释放出来。 我询问警察,若下次再发生类似事件,是否可以使用武器滋味。 警察表示,若对方没有做出伤害性的行为,我是不能使用武器滋味的。 有人私自闯入我家,我还不能使用武器滋味。 报警之后,警察也只叫我自己冲出去,没有进来营救我。 私闯民财也只被关一周,我对这个做法真的非常失望。 这也是我决定回国的导火索。 他无奈地说道。 在记者问到目前是否已购买机票回国时,S女子表示,我已经购买了大韩航空回中国的机票。 途经韩国,在飞沈阳,花费了6000多美元。 这个是回国的事情,现在是有回国了。 之前有一个一对夫妇买了高价的票,要回国,结果到洛杉矶那个机场,健康马不过,没有给他换登机牌,所以他下跪了,下跪也回不去。 这是让人交心的事情,很多人在考虑着回国呀,回国更安全。 祝福海军队的朋友都不能平平安安吧。